大家好,今天我會教大家做一個盒子 這些盒子可以裝蛋撻、蛋糕等 好,我們現在開始做 首先找一個卡紙 卡紙 然後呢 其實最主要是把你的物件的闊度或長度 可以裝多少 我就以這個蛋撻來做標準 四件蛋撻為例 那我現在就開始畫 1cm 1cm就是一個膏 邊位的膏 接著畫過去3cm 再畫下來 就是這個邊位 OK,這個邊位 這樣呢 接著 照畫上去 由這個點開始計上 2.5cm 2.5cm 即是說 這條邊是3cm 這條邊是2.5cm 那每條邊都要很對齊 接著 這裏又是連回去3cm 接著這些邊位 都是1cm 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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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m 2cm 4cm 1cm 4cm 4cm ok 那跟着我们因为 你摺这些摺位的时候呢 方便点和容易粘点呢 我就会在这里 每一边呢 画0.5cm 去等它摺的时候呢 是会 好很多方便 先想想一下 这样 在这里 0.5cm 虽然可能你现在不太明白 我画这个有什么用途 不过 到全部摺出来剪的时候呢 就会明白了 看看你每一边 在哪个方向 我现在是这样开始画 即是顺时针方向这样画 那每边这些位置都画一个0.5cm的长方形 这样 等它呢摺的时候会更容易 刺 ok 那这个是第一个面 我们画上面的面 但是因为这个 这个位置呢 已经是包在这里了 所以我们上面呢 就不需要画这个面 不只是画开始由这里画起 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要上面 也能够画下面这边 所以我们上面那个肯定 不止3cm那么阔 要阔一点 大概预留 0.2cm 每边 然后画上去 画上去都是2.5cm 这里 2.5cm ok 然后画过去 记得呢 每一条边都是平衡 ok 那 那 好像有点不平衡 ok 接着呢 开始这些边位呢 都一样了 就是这样画 scm 嗯 其实如果你说这里会不会撞到 其实不会 所以 你画的时候 就不要上时针方向 逆时针方向 画那些 整方块 又是这样 0.5cm 出来了 1cm 画回来 但其实好像不用画了 嗯 不用画了 那就是这个帽 那就是这个帽 是这样的 ok 这个就是帽 那接着把它切出来 先 嗯 嗯 不要管那些 这些帽 那些是接痕 来的 就只是剪了最外围 现在剪的就是 这些帽 这些帽 是 这些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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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些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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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你的 那个正方 不是 你的长方形是哪一个 面 ok 那这个就是 那个面 跟着呢 我看一下先 这些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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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接着我们可以摺 摺 这些帽 你摺完之后呢 开始成型了 接着怎么贴的呢 拿你的胶子出来先 那这里呢 例如这个边 有这个的嘛 你摺完之后 摺一下 这样贴下去 那你有胶子的时候呢 我先切一切 这些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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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不一样 不过 正常 一会儿 收一手帽 就可以了 这样贴下去 那接着这些帽 全部都是这样贴 总之呢 你摺了之后 你如果摺得正方向的呢 那你贴就没问题的了 这些帽 嗯 这里 有点难啊 不过 这样贴吧 你可以在外面贴的 你得到 在外面贴的 我现在有点贴的 有点大的 这是 我现在有点贴的 你这个 你可能看不明白,但其實很容易看 當你色刺的時候 這裡也是這樣切 然後這裡 總之那些正方形0.5cm的長方形 永遠都是笑進去比較帥 然後就可以這樣盒起來 就是這樣 就變成一個盒子 好,下次再見,bye